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期的老師推車 這2004年的FORM 活了精彩 FORM 無愛 Tierra IS 好重點是我們今天來的是武術手排的版本 好不好再來是在小失年輕的時候大概20歲左右吧 一台經典的好車 這個想起當年又是一個收割韭菜的故事 好不好等下試車再慢慢跟大家講這個韭菜是怎麼被收割的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車子好了 它當初是142匹馬力啦 我沒記錯的話因為年代有點久遠 約19點多公斤米的扭力好不好 在那時候算是很強的囉 在2004年的那個當下 你去找了一下同等級的對手 應該沒有這麼強勁的馬力 好福特通常這個在操控桿 在馬力跟安全性上面都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我們今天帶大家看一下這個RS的版本 跟一般的車子有什麼比較特別 值得分享的地方跟大家看一下 首先它這個當初是一個算小改款的造型 它有舊型的Tierra包括什麼跟 跟伊莎姆那時候跟這個323跟TierraLive同一個年代 它那時候的這個舊款的是大燈跟腳燈是分開的 那它這個改款之後它就把它連在一起 那RS配備有燻黑頭燈 好然後來看一下我覺得當初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這個鋁圈是改過的 我看一下它避震器有沒有改好了 這個可能會牽涉到等一下我們試車的感覺 看一下避震器有沒有改 看一下好像是原廠的耶 原廠的 避震器是原廠的 然後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前車主有貼了膠條 原廠是沒有貼的 眼睛開 沒撞過呢 飄料還在 這邊的飄料全部都還在 1 2 3 3張飄料都還在 水管還蠻新的 亮晶晶 Tierra這個地方很會露 這條管子高壓管 這應該是高壓管 這一個Tierra車系其實有幾個問題 比較常見的 水路的問題一定要注意 因為這個引擎很會沖掉 你只要一不注意水溫就沖掉了 所以像這個車款啊 建議要裝一個水溫監測的水溫表 那時候這個年代要裝水溫表 必須要把水管切斷 接三通 把偵測器Sensor拉到室內在裝表 不像現在車子有這個電腦化 所以OBD2插下去 有沒有 抬頭顯示器直接速度 什麼水溫油溫全部都有 當時這個最流行的 Riccaro的賽車的內裝 包含門上的不織布 搭配這個法斯紋的一個飾板 MOMO方向盤 真空管音響 這當時出來之後 造成一片的轟動 福特從那個時代就很慣用這個手法 以前的什麼Mondeo 也出一個RS版本 好像在99年左右吧 那台Mondeo是什麼你知道嗎 用吊車吊到最上面 然後放開 直接讓它炸到地面 門還可以打開 你不知道這個廣告對不對 我不知道 去找 網路還找得到 好那時候呢 它那個Mondeo之後 也出了一款叫RS的東西 所以有發現那個時候 他們很喜歡用這個 運動版 賽車版 賽道版 一直用到現在媽的 還在用 現在是ST啊 ST對不對 ST的媽出沒多久 給你出個ROMO 有沒有 收割 前面買的都被收割 現在還有ROMO AKS 現在又多了新的對不對 對啊 反正這個賽車版的內裝 而且這個 旅客有這個賽車椅 它旁邊這裡還有一個這個 帥 這個 充氣的啊 腰靠充氣的啊 然後這是腰靠啦 然後這個 按下去氣會卸掉 然後在那邊灌 其實你看到後座還蠻寬敞的 其實你只要一般的轎車 選用賽車以後 因為賽車也比較薄 空間就會釋放出來 你要把它坐沙發 你海綿一定要厚才舒服 那你就會 侵占到這個空間 然後這台車 看起來尾管是有換過的哦 2.0 好不好 那車有1.8的 欸 這台已經賣掉了好不好 賣掉了 賣掉才分享啊 依照慣例是這樣啊 就是賣掉才分享 不然就是賣不掉才分享 呵呵呵呵呵 大概就是這種慣例 沒有 我是要挑比較有這個 話題性的車來跟大家分享 欸 這車很簡單就這樣啊 這車沒什麼好講 直接出去試車好不好 走啦 走啦 試車試車 出門 機械式的空調系統 你看這車空管也小 喔喔喔喔 有沒有 欸還好的耶 這台就卡達了 可以拿夠裝作的 你出來對不對 對啊 霧骨造型 依照慣例哦 我來給它來個 99.7 喔冷氣有涼哦 喔 喔 帥對不對 這種 帶一點玫瑰筋骨銅色的顏色有沒有 超帥的 它那時候我記得啊 我忘記哪一台車了 還搞過一個什麼BENQ的 跟BENQ合作的一個主機 彩色螢幕的 那時候出那台主機 然後可以藍牙連接 超爛 超爛 BENQ做的超爛 然後雖然這個MOMO的方法已經斑駁了 可是為了要 營造它的復古感 我們還是把它留著 啊有電 欸 幹沒有電折哦 手折捏 我已經忘記了 太久了 欸有沒有查一下那個啊 2004年還有沒有金曲龍虎榜 還有嗎 你猜 我猜 2004年你幾歲 2004年 6歲 到1998而已 但是沒有 各位可以唱 欸你看我覺得 我很喜歡它這個 置物盒超長 有沒有 好不好 可是我跟你講好不好 還是放不下 哈哈哈哈 還是放不下 現在手機太大了 現在手機太大了 就有iPhone就可以了 好 出發了 我剛剛為什麼講韭菜收割 你知道嗎 它當時先出1.8的自白板 Pierro RS 1.8的自白板 現在那時候的新車的那個 資訊沒有現在那麼發達 有沒有 國外出什麼車啊 或國內未來出什麼車 我們現在是不是大部分都看得到 嗯 國外已經發表了 什麼時候台灣會不會來 之類的 那時候資訊沒有那麼發達 那時候出了一個1.8的那個 RS自白板 哇 賣得不錯很多人說 哇我要買RAS嗎 那時候你繞賽是 它的1.8的稅金 是超過1800的 所以是收2000 2000的稅金 怎麼收割你知道嗎 媽的過沒多久 出了2.0的自白板 哇 那些把1.8要收割了有沒有 被收割的時候 哇又一大堆人 1.8賣掉去換2.0的 為什麼 因為稅金一樣馬力更大 一大堆人就去換喔 去買喔 對不對 你知道媽過沒多久 2.0 手排板 哇 你等一下 全部都沒有講好的 一個一個出 你知道嗎 哦 那些人家有夠多人都瘋了 你知道 收割割不完 一個一個割 慢慢割 慢慢把你撈 我跟你講 它車廠到現在都還怎樣 一開始 我給你出了什麼 然後後來 誒 等一下 換變速箱了 有沒有 比如說 最近比較常見的是換什麼 半書魚對不對 剛剛隔一年 變成全書魚 有沒有 是不是很常見 不然就是媽沒有跟車 隔一年就跟車出來了 它本來就這樣嘛 這個人家講什麼 早買早享受 對不對 完買想折扣 所以要酒店都要等 休閒才下班的時候 那時候的確這個車 有掀起了一小股的熱潮 因為畢竟 我記得那時候是賣62萬 63萬左右 那基本上 這個價錢 坦白話來講 要買到這個 140匹的馬力 在當時 真的 的確是有 有點困難的 2004年那個年代 有什麼比較厲害的車 那時候 喜美是在Ferio的時候 那時候 那馬自達是04年的 剛出馬三的年代 還有什麼 Toyota 不用講 Toyota沒有什麼性能車 Nis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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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有啦 那時候 新能車唯一就直接跳到Infesa 對啊 那時候剛好是那個 淚眼紗 圓燈紗 那個時候 那不能比啦 那差太多了 那行車要買到100萬 超過的 對啊 那時候哪有什麼車 基本上賣爆好不好 賽車椅 那個年代賽車椅還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東西 乘幾何時 一開賽車椅出去買 都是好幾萬好幾萬在賣的 像這個啊 沙下來啊 這兩張椅子沙下來 那時候再賣還可以賣個三萬左右 到後期 一張大概七八千吧 那時候有很多人在幹這個東西 這音響也在幹啊 然後門板也可以賣啊 因為有一些那個舊款的想要改成新款的 有人賣全車四個門板 前後座都賣啊 整組賣啊 不知道賣幾萬這樣賣啊 坦白說這個真的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來開這個車子 的確 它已經不能算是一台很會跑的車了 現在140匹 也還算大耶 也還不錯耶 對不對 不過東西也都老了 引擎也都老了 不過它變速箱 它這台變速箱的那個離合器片的狀況還OK 然後其實那個年代雖然沒有過多 還沒有安全氣囊啊 什麼都沒有啊 但是其實過坑洞還是感受到它的結構性 它的紮實度還不錯 那時候他說這是什麼 3H高硬度鋼材 你看3H 欸現在那個手機的那個保護貼就9H了 是是這樣比的嗎 應該單位不一樣吧 那時候很多福特的業務靠這台車有賺到錢 我剛進入二手車不久的年代 有沒有 那時候我們還要去跑那個新車公司 因為那時候新車都還沒有二手車部 所以他們有舊車要處理需求 一定就是打電話叫二手車上去 去幫客人沽 啊明明中古車為什麼它要找小吃 對不對 就是我們要去跟它 挽了 對 跟它挽啊 待會就挽了挽了 那時候真的都要跟耶穌去挽甲 我幫它怎麼講 就熟了 不過這個底盤是真的還不錯 這個彎好像三檔不可以 歪了耶 怎麼那麼快 乖了耶 這輪胎不好我把才60而已 太容易了吧 50耶 那時候這個車有很多人在改裝 那時候其實這個好像叫做 有一個叫AAI還什麼的改裝品牌 其實有出一整個它的這個機械增壓套件可以直上 可是坦白說我覺得那個上去對引擎 因為坦白說我覺得這個引擎的強度沒有那麼好 因為Tierra的引擎齁 一旦它衝掉啊 其實通常連下半座一起都燒掉 那這代表什麼齁 一個就是它水路的水溫的管理機制做得不是很好 那第二個是說 它的引擎相對我覺得是比較脆弱的 因為它比較脆弱 所以說你一旦這個溫度稍微有超過 你可能連下半座全部都要整理 那一般強度比較強的引擎 充掉燒掉的話 一般你只要處理上半座 其實大部分就可以修復了 但是你如果引擎的本身的結構沒有那麼強的話 它會連下半座都一起要修復 那這個就會變成什麼 它的強度不夠就影響到你改裝的潛力 你把馬力壓榨到那麼大 你如果裡面都不做加強的話 其實對這個引擎 或者是你散熱不做加強的話 其實這個引擎的發揮的那個空間就會很有限 所以這個車要改水路我覺得超重要 這一台車的年代真的就也是什麼 那時候我開喜美這個時期 那個時期就是我上次 我們在講Coupe的時候的那個時期 因為大概就是我二十來歲的時候 那時候就真正的是那個 我們一直在講那個廣嗨的年代 就差不多這個時代 因為這個車從01年 我記得從01年出到04年 05年變成那個Focus了 所以那個01到04這個時代 就真的就是那個廣嗨的年代 什麼上面就是一定要放舞曲 咚咚咚咚咚咚 欸它這個避震器原廠的有點太軟了 因為我剛剛好像兩次彎太快觸底了 不過奇怪它避震器竟然會側傾 可是過坑洞是舒服的齁 是不是因為它已經疲乏了 沒有坑洞 對所以你看過這個減震波 其實車身不太有什麼抖動 都被它吸收掉了 避震是這樣嘛 它軟的話它就可以吸收掉很多的那個震動 但是你只要一快速過彎的時候 它就側傾會很嚴重 也難怪我們剛剛它五十六十六輪 它就叫了 好啦那時候這個Tierra一律 都是做這種白底的儀錶板 它這個水溫喔 我跟你講 你看它上來的時候 都來不及了 一定要裝三碗錶 上次我一個同行有沒有 有一個朋友就跟他講 欸那個 我這邊有一台那個手牌的Focus 想要給你估 他說他朋友 他介紹他朋友的車 他說你朋友要賣多少錢 他說我朋友要賣十萬 你家去死啦 手牌Focus什麼的賣十萬 然後我的朋友說 他有改一個三環錶 然後覺得他就想說 改三環錶是怎樣很厲害 一樣啦 十萬加去滾 然後結果拍來這邊 有一個三環錶寫寫 在這中間你知道 然後他就說 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叫你朋友 你朋友的聯絡方式 我跟他聯絡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 現在三環錶寫寫就是SD 反應很快 說我剛好有個客人有興趣 哈哈哈哈哈哈 看他這樣SD賣十萬 真的 賺到 馬三二檔 哇 不太快 哈哈哈哈 不過聲音還蠻好聽喔 拍機管 他這個拍機管的聲音 改的是稍微比較低沉 只是他真的有點慢 這個時代在變化 對不對 層級何時 我們也是年少輕狂 出去外面 對不對 人稱這個 新店陳曉東的年代 呵呵呵呵呵 對不對 人擋殺人 佛擋殺佛 呵呵呵呵呵呵 對不對 歷世成為千人斬的年代 啊 到現在也是要把他不行了 所以這個 開著這個車 就如同我這個 對我的年紀的一種惆悵感 你知道嗎 逝去的青春已經不再回來了 你知道愛上一個人有四種 因為年紀而產生不同的一個詮釋的方式 哪四種 當你年輕的時候 你的愛上一個人是 love some people 你愛上了一個人 年紀大一點的時候就是這個 I wanna make love with some people 好 愛上一個人 那年紀呢 再大一點點的 I love ex people 我喜歡上一個人 you know 前一位 對 前一個 然後當你年紀已經到了很大的時候了 you want alone 愛上一個人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你現在到哪個程度了 you wanna fuck with someone 呵呵呵呵 你現在是這樣嗎 當然是希望啊 呵呵呵呵 啊我現在是怎樣 Oh Leave me alone 呵呵呵呵 愛上一個人的生活 是不是 這是男人 四個年紀的一個寫照 同樣是愛上一個人這句話 有四種不同的全市房子 這個車我們賣掉了 然後我們有跟這個買方溝通說 欸那因為我還沒有來得及試車 車主也很大方的答應 那買這個車是年輕人 呃年輕人 其實以到現在這個年紀來講的話 其實像這一種車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手排的入門車啦 就是你當你年輕 比如說像人家二十幾歲 開台這種手排車 機械結構非常的簡單 維修也非常的便宜方便 那可以讓你體驗 習慣一下這個開手排的這一種感受 那慢慢的你對車越來越了解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現在手排車真的也越來越少了 而且我也常常在講 現在的自排車換檔速度 已經比手排車快很多了 所以說其實手排已經佔不到任何的便宜 那你說省油不好意思 這個18年的老引擎 它是能多省油 快根本不用講 呵呵呵呵 我剛剛開的加速真的是慘不忍睹 那這個車主其實它就是想要體驗這個手排車的感覺 前一台我們紅色的TOYOTA的SALON它沒買到 對所以它就轉來買這一台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車目前市面上的行情沒有行情了 就是車況不好的 報廢的也很多了 其實這個車就是到了這個年紀 一切就是看它的完整度跟車況 包括我們剛剛檢查骨架的完整度 更不要講這個音響已經很多人是被幹走 而且已經換成螢幕啊 換成別的音響等等 包括它全部原裝的賽車椅跟方向盤 連方向盤都還沒有換 即使已經頒補 都還不願意換 因為這個方向盤 就是它原本隨車附贈的方向盤 所以這個整個完整度是很夠的 那當然第二個牽涉到它的價錢 跟它的價錢有關係的因素 就是整體車子行駛下來的狀況 比如說冷氣有沒有冷啊 那個離合器片夠不夠啊 冷氣的話冷到都老皮水啊 你看 所以基本上就是整個車況來影響 那如果車況好的話 賣到超過10萬的也不在少數啦 如果有長期在關注我們觀眾朋友 我現在真的老車越來越少了 我真的不願意再賣的 因為那個真的吃力不淘 我一台車我買5、6萬、6、7萬回來 我又花了跟這台車一樣的錢去整理 然後我賣10幾萬人家說 幹你怎麼那麼黑啊 而且我跟你講喔 我花了一樣的錢整理完 我還不是全部的零件都換喔 我還只能挑重點零件換喔 所以回去客人又會跟你靠腰了啊 他就說小思你不是整理換好幾萬 怎麼什麼什麼沒換 你如果要用全新的標準來看 我不知道整台車的零件我都要換掉了 我一定有東西是沒換到的 你懂我意思嗎 不可能全部2萬個零件都換過吧 所以我就挑嘛 挑它壞的 挑它這個近期內即將會發生問題的 我們檢查到已經不符合標準的換掉 一定有的還是舊的啊 小思哥水箱蓋怎麼沒換 水箱蓋就好好的 我為什麼要換 不要懷疑真的有人這樣 還有人會說小思哥水箱蓋為什麼不是原廠 有規定水箱蓋一定要有原廠 其實外面本來就有很多 比如說比較高壓的水箱蓋 或是這個副廠的品牌也有可能 因為水箱蓋其實很便宜 在新車的角度去看二手車 你不是在對自己嚴格 你是對他人非常嚴格 我們就放過彼此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車帶大家來懷念一下 這個年代 這個時候 那時候還有龍潭賽車場的年代 不過我坦白說 這個車去參加比賽 我覺得佔不到太大的好處 因為那時候賽車場都還是奇美啊 而且甚至還有很多的SER 霹靂馬 霹靂馬那時候 也是大概140匹馬力左右 霹靂馬那時候很屌啊 你知道嗎 那時候霹靂馬國產的 還有英治霹靂馬 英國版的 那原廠馬力就還蠻夠 加速還蠻猛的 像那種車改一改 霹靂馬弄個SR20 去跑啊 其實福特都佔不太到什麼好處 我對這個車是坦白說 沒有那麼有感情 雖然我一直到現在我也賣了很多福特的 對不對 MK2、MK3、MK4到現在 幹我都覺得一直在被收割 感覺很差啊 欸你看喔 其實現在有很多 一般版的ST 賣出來二手車市場 你知道嗎 就最早的那一批啊 因為後面一直改啊 我們店下還有台ST啊 每個來要買的都問說 啊請問是不是ROMO 請問有沒有ROMO 給我你ROMO 哈哈哈哈 哪有那麼多ROMO啊 欸好了 欸介紹完欸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 2004年的鐵軟馬 還是手排練 這個老屁股回味一下 那個龍潭賽車場的年代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下次見 掰掰 這改過的啦 我還以為會是綠色燈 原本我記得是綠色燈 那時候也很流行DIY啊 就是把這拆下來後面有燈泡 T幾啊 T10 T5 那時候很流行啊 除了可以換這燈泡顏色 還有你那個冷光貼片也可以改啊 那時候真的是 改裝車最新鮮的年代 卡刷包的年代 那時候卡很好辦 Joji MerryCard你知道嗎 Joji MerryCard Joji MerryCard 那時候叫做現金卡 很好辦 你知道有工作就可以辦得出來 幾乎就是資料寫寫就可以辦 不用什麼省差的 清差又買歸 然後你就說說說說 刷包都付不出來 然後最後那個 美國什麼什麼什麼次貸風暴 什麼小的 砰就爆炸 之後就倒了 一大堆卡債 那時候就是那個年代 所以有很多在那個年代 賣車的啊 做銀行的啊 做貸款機 都有賺到蠻多錢的 但是也很多花很多錢 好啦結束了